这是梁启超与师父康有为唯一的一张合影 当时师徒二人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截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六君子血洒宣武门菜市口 而康梁师徒相继逃亡日本 一个月后两人在日本相聚 当时日本最大的言论综合杂志太阳 对师徒二人做了专题采访报道 并配上了这张合影